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湾最近这两天 也有一些报章杂志的社论 有讲到台湾有没有角度 当然台湾不可能取代香港 变成金融中心 但这个金融上面 我们能不能找到什么定位 变成一个部分的中心 或者是一个区域的中心 或者是一个小型的中心 我觉得就要回到整个 我们对于金融业的定位的问题 定位不改 定位还是一个support实体经济的话 我觉得很难做到这个 那我为什么后来 我提出了台商资金调度 就是说至少我们现在很多的 台湾的企业或者个人 是透过外商银行来做资金调度 跟甚至财富管理 只要把这部分 拉一部分回来台湾 你就有一定的成长空间 我觉得我们能够做到这个 至少第一步先做到这样子 我觉得就好 所以现在大家都是还是在这个什么 这个汇丰银行 HSBC 以前找了一些大行 但是这个大行其实 我这样讲对外商不公平 某些这个来讲 外商的银行是受到了这个 很大的这个冲击 像这个汇丰银行 今年第一次它就变得不发股息了 它以前是一个心目中 港人心目中的超级的 蓝筹的基优的股 现在突然就因为这个金融海啸 因为什么就不发股息了 多年在歇洲 事件上 对 变相 方 abstraction 未经许 当得